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邓士昌从小就特别聪明好学 学习成绩优异 当时他的父亲邓焕庄就很有远见 带他到上海进了教会学校 学习阳文和数学 邓士昌平静聪明的脑袋瓜 很快就学会了说英文 老师都对他非常欣赏 1867年 当时福州开办轮船制造和驾驶管理班 邓士昌得知消息后 想要报考 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最后邓士昌顺利考上了驾驶管理班 正式向成为一名海军迈进 经过长期的努力和磨练 邓士昌终于毕业 被传政大臣沈宝珍授予五品军工 1878年 日军来犯 邓士昌当时正在执行守备任务 他沉着冷静 果断用兵 成功抵制了日军的侵略 邓士昌有着一腔爱国热血 对于国家被列强侵扰更是痛心不已 他曾经对手下的士兵说 人都有一死 有重于泰山 有轻于红毛 但愿我们能够能够为国而死 死得其所 从这可以看出邓士昌甘愿为国献身的志向 后来李鸿章兴办北洋海军 邓士昌被马舰中举舰调到了北洋水师 得以到英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回国涌到自己的军队里 后来邓士昌率兵原主朝鲜 成功抵制日军侵略朝鲜的计划 终于到了1894年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日本开始大规模的侵华 在黄海地区 邓士昌带领志远号军舰与日军军舰正面交缝 但是武器军舰的落后 志远号被日军围攻 多处受到日军炮弹的攻击 在最后的志远号将要沉船的关键时刻 邓士昌驾驶着志远号军舰冲向了日军的军舰 想要与日军同归于尽 最后的时刻 邓士昌并没有选择逃命 而是和将士们一起直面日本海军 最后壮烈殉国 有些人了解邓士昌最后关头驾驶志远舰冲向日本军舰 是想要和日军同归于尽 但是当时还有逃生的机会 用一艘志远舰去对上日军强大的军舰 但是并不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他为什么不先逃脱 以后再做图谋 毕竟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但是多年后大家把志远舰残片打捞上来之后 才发现原来志远舰上绑着的还有一个鱼雷 但是鱼雷的射程很近 所以当时邓士昌冲上日军的军舰 目的是为了用鱼雷炸毁日本军舰 给他们造成伤害 他的良苦用心百年后才被人们所知 其实我想邓士昌开船转上敌舰 其实还有他军人的热血和对清政府的失望 北洋水师为什么全军覆没 因为当时武器装备不足 这就属于归咎于新政府的政治腐败 连要抵御外敌的武器装备的钱都可以私自扣下 落进自己的腰包 只能说大清要完了 还有就是作为军人的热血 面对敌军侵犯 其实自己舍身而死 也要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 这样的精神怎能不让我们敬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